各位东方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2基础集训的审计课堂 第15个专题是住着快递是利用他人的工作 有两个他人在本章当中讨论 第一个就是住着快递是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第二个就是我们第二节的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这两个利用是没有彼此没有关联 咱们各就各位 在第一节的问题当中从三个方面展开问题 第一个是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当然是我们有场景 我们ABC所审计假公司对吧 在审计假公司的时候 我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大家注意我要了解内部控制 对这个大家都懂 了解内控预计有效 我要做控制测试 然后呢根据控制测试的结果 决定我实质性成绩的范围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控制测试的结果决定我的范围 没错 那么我本来要了解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工作呢 属于内部控制当中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内部控制不是有五个要素吗 所以内部审计工作呢 本身包含在我了解的内部控制当中 我是要了解内部审计工作的 对 好 那我了解的过程当中 我就想 助手宽计师审计跟内部审计的有关系 有联系 有共同点 那我能不能利用他的工作呢 所以这个利用内部审计工作虽然不是必须利用 但是利用的时候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来对助手宽计师来讲 可以借力审 多快好审的开产审计工作 对 但是呢 他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你不能减轻 你的责任 谁利用呢 助手宽计师利用 你利用内部审计工作不能减轻你的责任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有的地方你是不能利用的 有的地方你得自己 你作为助手宽计师 你要承担责任 比如说你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车报 合理保证 你别指望内部审计人员给你扛 这个是扛不起的 那么有的时候你诊断 比如说你评估重大车报风险 你决定你的范围 等问题你是不能利用的 所以它包含这么一个意思 对 好 那么如何开展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呢 就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呢 就是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第二个呢 就把内部审计人员抓到我的项目组 我们是右手审计主我手 那么提这个呢 又是一条线 叫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这是一句话的表达 大家要以口气说出来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对 好 本节呢 就是三个考点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 原则的问题 责任的问题 法律责任追究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考点当中 大家注意 我助手快递是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我右手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我不能减轻我右手的责任 就是这个意思 言外之意 你要承担合理保证财务报表 这个全部的责任 对 你合理保证嘛 那你就承担你审计的责任 好 在这个问题当中 请大家注意 那就包含两个意思 其实说 我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不减轻 言外之意 我是可以利用的 我是可以利用的 但是呢 他这个内部审计工作呢 达不到 达不到 无法达到我右手的要求 说利用是可以利用的 但是你别指望达到 我们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要求 达不到 好 能利用达不到 有的地方不能利用 对 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你去诊断这个重大出报风险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讲过 Y等于X分之K 这个X你要评估 这个检查风险Y你要确定 这个都不能指望内部审计的工作 对 第二个呢 重要性的确定 比如说老师反复在给大家说 你考审计这一科 你就要把杯子放在你桌子前面 因为我们是肯定要考 这个重要性的问题的 重要性的问题呢 就是大家感觉到是第二章 其实真的不是 他在很多章节 比如说第四章明确的在说 然后呢 16章也会说 然后18章也会说 19章也会明确的说考点 20章内部控制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是审计 这个重要的账户交易的认定的控制 这个背后全是指一个概念 重要性概念 等于说这个财务报表 重要性水平 这个杯子装满是多少 实际执行的是多少 明显微小触碰的临界值怎么评估 哎 这是重要性的概念 你不能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退一头 好 再说一遍 我财务报表可能审计 但是我们在16章 财务报表可能审阅 我审计这个报表 形成结论发表意见出去报告 我审阅这个报表 我审阅这个报表 形成审阅的结论 发表审阅的意见 出去审阅的报告 跟那个杯子 跟同一个报表 重要性是一样的 你去审计它 你去审阅它 同一个报表 重要性水平是一个水平 还有这个水平 也是20章的水平 20章内部控制审计 我们说 从金额上讲 如果一个错报 把杯子装满了 也就是超过了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错报就是重大的 它的背后的内部控制 就叫重大缺陷 yes 所以重要性的问题 无论是财务报表审计 还是财务报表审计 还是20章的内部控制审计 是都要确定的 对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年度 我们的重要性就是一致的 所以在财务报表审计 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重要性的问题 你不能指望 内部审计人员 你不能利用 对 好 重要性拿出来 告诉自己 横穿教材 1到20章 好 要门规模的确定 这是谈什么 这是从大N里面确定 小N 就是审计的范围的问题 或者要门规模的问题 审计范围的问题 以及对审计范围调整的问题 都是有判断的 你不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好 第四个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评估 就是说我作为右手 审计左手 那么左手的报表是怎么编的 按照会计准则边的 那么它的核心就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会计估计的做出 那么这些问题 我住在会计师是要去评价左手的 他的报表按照了什么 公寓的反应了什么 相当于一个评估 一个应对 这个不能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他扛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这四个问题是每年作为必须准备的选择题的选项 请注意 没错 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不能因为利用他的工作而减轻 马上看题目 我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的事 我不能利用 我可以利用 我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直接协助的事什么 请注意 这个确定测试的时间不可以 因为这涉及到程序的问题 选定项目的方法不可以 这代表你程序的设计的问题 重要性 这个会计估计会计政策的问题不可以 那么绘制这个图可以 因为绘制这个图不涉及到 这个职业高风险高金额高判断的事项的判断 所以没问题 这个就是选项B可以 选项ACD都不可以 好 2018年也考到了 可以利用的言外之意 可以利用的只有一个 三个是不能利用的 比如说 你来确定这个 重要性杯子装多少 不可以 你来评估 杯审计单位 他的报表是不是按照会计准则和制度编制 也就是说 他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会计估计的判断 不可以 好 这个是不能利用的 这个是不能利用的 还有呢 要么规模 也就是审计范围 不能 好 那么实施控制测试可以 还要知道了解那部控制不可以 不可以 实施控制测试就是说 我了解那控制机有效 我要去做控制测试 获取充分之道的证据就表明 它是不是有效 这个可以 还有实施控制测试这个问题 在16章第7节 如果是集团财务报表神经 我集团项目组可以利用组成部分助作怪力师测试我集团层面的控制 但是不能利用组成部分助作怪力师了解 了解涉及到判断 不可以 测试呢 就是去确认 可以 请大家把它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OK 那么解析的内容 我们一定是要看的啊 因为审理过程中涉及到职业判断的 比如说重大撤破分析的评估 刚才讲到了杯子的确定 杯子不是一个概念 杯子装满以外 还有实际执行的明显微小的 可能还有特定类别的 样本规模就涉及到范围 可能这个样本呢 规模的确定是在控制测试当中 比如说第7第4章第2节 可能是在细节测试当中 比如说第4章第3节 还有会计政策和会计固定的评估问题 均不能利用 不能就是不能 应当由住在会计师 不能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归纳总结 但是呢 控制测试为什么能呢 因为我不是做内部控制审计 请大家注意 我们不是做内部控制审计 我们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是这样的 我在财务报表审计1到19章 是了解内控 但是我了解内控 是为了评估这个控制 风险 如果控制风险低 也就是预期它有效 我们是要做控制测试的 如果控制测试的结果是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我们是要去做实质性程序的 那么实质性程序的范围的大小 其中就是根据认定的重大出发风险的高低 和控制测试的结果 如果控制的测试的结果 OK就少 如果不OK 那么就得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控制测试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不是在20章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那么它不是我审计的主要的一个结论 我控制测试确实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了解内控预期有效 是不是真的有效 就是你在真的有效和不有效 我都要做实质性程序 我最终的结果是通过实质性程序 获取认定成的错报 从而对报表形成 总体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控制测试在我们这个15.1 就是说我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 来帮我进行控制测试 还要加上还要加上16.7 总结归纳 归纳跳跳跳 要跨章节告诉自己 在16章第7节还要告诉自己 如果我要测试集团层面的控制 我是可以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 如果我不是集团 我审计假公司 我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人员的因素 然后我可以利用他的工作 我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来进行控制测试 这个是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 这个评估是肯定不可以的 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看某一个点 我要评估可不可以 再说一遍 在16章第7节 我了解集团 集团环境 集团组成部分集团环境 了解集团层面的内部控制 了解组成部分层面的内部控制 不能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不能利用他人 但是测试集团层面的控制可以 各位同学 这个问题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看透 测试可以 我了解内部控制不可以 好 请注意 了解内部控制不可以 测试可以 好 大家注意 这个有的同学说不敢 控制测试还可以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还可以利用组成部分组织会计师的工作 对因为你在干什么财报申请 我不是省内控 我不是对内部控制 是否有效行程结论 我是对财务是否不存在重大测试行程结论 我控制测试的结果 实际上就进一步确认 你准备少做实质应程序 是不是可以少做 对 就是这个意思 OK 了解内控不可以 控制测试可以 可以 这个就通过这个题目 要再一次把它看透 同时呢 这个地方是15章第1节 那么还有16章第7节 我应对对于集团产财务报的神经 我应对措施里头 我要测试集团层面的控制 可以利用组成部分组组会计师的工作 Yes 好 下面呢 第二个考点是要打开的 第二个考点打开有五个题目 考点有五个 题目有五种出题方式 五种出题点 各位同学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其实是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因为我右手审计 左手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这个 审计的是上市公司 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 它一定是有内部审计部门的 那我 内部审计部门又属于 我右手了解内部控制的内容 所以我肯定是要了解 对审计单位内部审计的 这样一个情况 它属于内部控制的监督的 范畴 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 大家看 有五个要素 这个三维立方题 我们是肯定要 要学会话的 在我们的前十九章呢 这个目标是三个 一合规 二经营的效率效果 三报告的正式完整 那么要说呢 是五个 第一个A叫控制环境 第二个叫风险评估过程 第三个 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系统 与沟通 第四个控制活动 第五个 对控制的监督 那么控制的监督谁来 作为常设机构 哪一个部门具体的来牵头呢 内部审计部门 对 好 那么这个 内部控制的 这个体系啊 还有一个第三维度 就是各职能部门 和业务单元 这是前十九章的内部控制 二十章的内部控制呢 虽然我们现在是讲前十九章 但是二十章的内部控制 也是五个要素 也是各职能部门 业务单元 也是有五个要素 无非是什么 它的目标多两个 第一个是合规 第二个呢 二十章是 它这个内部控制的框架 是财政部颁布的 所以呢 它是财政部颁布的 没错 所以呢 它就加了一个资产的安全 第一合规 第二资产安全 第三呢 经营的效率效果 第四呢 报告的真正完整 第五个发展战略 它就有一个二资产的安全 五发展战略 但是它剩下来 有一合规 二经营的效率效果 三 报告的真正完整 所以多两个目标 要素是五个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 是要把有些知识点 进行跨章节 把它激活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就是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好 那么接下来有五个地方出题 第一个 是否能够利用 大家注意 学语文 看它的语气 因为你右手 审计左手 它作为上市公司 它的这个内部控制体系里面 是有内部审计部门的 是有内部审计部门的 对 你是要了解的 你要了解内部 就要了解内部审计部门 对 那么你在了解的时候 你说哎呀 能不能够利用呢 是否能够利用 言外之意呢 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回答能不能够利用 好 能不能够利用 那么 是否能不能够利用 就说明 有的时候不能利用 说明我利用 是有条件的 大家注意 我涂了颜色的字 你要把它直地 有声的读出来 是否能够利用 这就是出题点 那我怎么知道能不能够呢 所以我要从三个方面去评价 第一个就是地位 能不能支持它的客观性 第二个 它有没有专业生成能力 第三个 它是不是用到了 比如说在中国境内 它用到了中国 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的 系列的准则 如果是按照 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的 系列的准则 有一整套的系统的方法 那我们说能够 我就要评价 就回答 否则有一个答不到 就不能 所以是否能够 是因为我本来要了解它 我了解的话 就评价 能不能够利用呢 就是是否能够 就表明yes 有的是能够的 满足三个条件 不能满足 就是下面一个 不得利用 为什么不得利用呢 你为什么不得利用 大家注意 因为其中的一个 答不到就不得 其中的一个是 有顺序的 先看它的地位 能不能支持客观 如果地位 不能支持客观 即使有能力 有方法 也是不可以的 它身里面 是有逻辑的 如果它的地位 能够支持 它的客观性 我再来看 有能力吗 有 它采用了什么方法呢 是CIA 中国内部省医师协会 它有系列的标准 按照系统规范 规范化的方法来实施的 那可以 好 大家注意 接下来第三个 有的时候发现 我能够利用 但是我碰到了什么问题呢 碰到了高高高的问题 高风险 高办案 高金额 我是准备利用 结果呢 它需要我的判断 和能力 要求比较高 再说的话 结果我内部省医人员 它的能力 和它的方法 可能不够 我就不能 较多利用 我就较少利用 言外之意 更多的要通过自请 如果需要利用的话 我就要参与它的工作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三个方面要展开 还有 我如果要利用 我最终要评价 评价 相关的事情要评价 能不能实现我的目的 我也是从四个方面评价 好 提出这个问题 第一个 是否能够利用呢 请多看图 因为我们考生朋友 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你考的不止一门 你考一门 审计的教材也是下神 全是文字 教材那么多东西 对不对 文字图表 然后太难了 他说我们就通过图呢 来让自己的知识体系 有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第一个层面 就看地位 能不能让他在执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时候 客观 客观就是不左边倒 客观也不往右边倒 就是按照事实来说话 按照事实来 对 好 独立 地位能不能支持他的客观 然后有没有专业生成能力 是不是用了系统的规范化的方法 什么叫系统规范化的方法 就是在中国建立来讲 就是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 这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这个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下 有一个内审计师协会 对 OK 好 那么在刚才老师讲了 你就要评价 围绕三个问题 但是他有顺序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先他的地位能不能支持客观 不能 那就量了 那就不用说了 那量量 对 如果说 地位能支持客观 他有没有专业生成能力 有 然后采用了什么方法来采用哪 CIA 就是中国内审计师协会 颁布的系列的标准 包括职业道德 包括内部审计准则 还有内部审计 这个工作条例等要求的 好 你懂得就够了 但是你的关键词 就是地位客观能力方法 对 地位 作为考试 作为硬试 你就知道关键词 地位客观能力方法 好 那我来看题目 请看题目 是否能够 一定要把这个点搞清楚 是否能够 就看地位 能不能支持客观 然后能力 然后方法 好 那我就来找地位 客观 能力 方法 我就只能是这样搞 对 所以我们看 BCD是对的 A跟我们的没关系 A跟我们的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看 有一个图 老师给你了 武装了自己 对吧 是的 就这么弄 对吧 A为什么不对 大家注意 A为什么不对 大家看一下解析了 好 不得利用 为什么不得利用呢 他的这个 123 1 1没有或2没有 缺胳膊缺腿 不能 一定不能缺胳膊缺腿 哪一个没达到都不可以 好 来看 来看 这个2019年的 两分的题目 不得利用 不得利用 是观点很明确的 为什么不得利用 大家注意 不得利用 得有 好 请注意啊 这里面的A和B 小心又小心 好像是不得利用 其实A和B 是较少利用 还是可以利用的 不要更多的利用 但是 这个方法 和客观性 这个是不得 不得利用的是C和D A和B 是下一个考点 要讨论的 较少利用 言万之以可以利用 较少利用 对 好 请注意 但是A和B 有一点像 为什么有的像呢 你没有建立 它的一个逻辑体系 就是老师跟你的图 你没有建立 好 不得利用 大家把这个解析 它就是考点 老师把这个解析 放在这里 提醒你 这就是考点 OK 较少利用 来了 请看 这个较少利用 和不得利用 它可能会混搭 同学们 他是这么出题 如果高判断 高风险 你就较少利用 什么时候呢 针对什么项目呢 针对什么事项呢 你就说 高判断 高风险 判断较高 风险较高 但你就较少利用 那么如果不是 不是判断较高 较多 风险较多 较高 但是呢 你的地位 跟支持的客观性较弱 你的能力较低 哎呀 你本来指望它 你可以想多利用 但是 这个是什么样的队友呢 猪一样的队友 指望不上 指望 不了 知道吧 当我们说 不是高判断 高风险 我可以利用的时候 又碰到了 是这一帮人 他的独立性 他的地位 不能支持他的客观 或者他不是用 系统的规范化的方法 指望不上 所以大家注意 两个层面 表面 外行看的是四点 外行看的是四点 比如说 外行看到的是 判断较多 风险较高 地位支持 客观性较弱 冷力较低 你看啊 这个较多较高 较弱较低 表面是看到四点 实际上 这个四点 是分两个层面 当我们 面对的是 判断较多 风险较高 的时候 又碰到了 客观性较弱 能力较低 的一帮队友 这一帮队友 那我只能 较少利用 不是不得利用 是较少利用 对 一定要咬文嚼字 老师给你画头 就是要刺激你 让你去思考 让你有概念 才能够思考 才能够推理 才能够判断 得分 不是纯 纯粹实际应备 实际应备 打引号 有的时候 难以背到那么多 对 因为你还是要建立概念 建立体系 你就会思考 会思考 你就能判断了 好 如何利用 请注意 这又是一个问题 如何利用的时候 第一讨论 第二阅读 第三 评价 这必须背下来 一讨论 二阅读报告 三评价 评价 什么 评价 他的工作 得到的证据 能不能支持 他的结论 先做工作 得到证据 支持结论 他也有逻辑 他也有逻辑的 好 老师呢 把教材的文字 给你用图来表达 如何利用呢 我要讨论 给他讨论 跟内部室内人 讨论 一个计划 阅读他的报告 就他的底稿 来评价 你做了什么程序 得到什么证据 这个结论 能不能支持 你的证据 是不是充分失当 能不能形成结论 所以这就叫 如何利用 对 好 文字上 你再来把它阅读一下 我第一讨论计划 第二来阅读报告 第三呢 评价 评价他的工作 得到的证据 能不能支持 他的结论 有一句话叫 文不对提 你这个论点是这样 你论据跟论点 不相关 就这个意思 好 评价三个事项 好 再来看这个图 15-3 如何利用内部生理工作 最后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图当中来 对 接着来看 如果我要利用的话 注意了 我们在15章第一节是利用内省工作 15章第二节是利用专家工作 16章第七节是利用组成部分注册快递室的工作 一定告诉自己 作为注册快递室利用他人的工作 你不能自己copy 你要参与 那么利用内部生理部门的工作怎么参与呢 就是我要来实施程序 就是参与 那我实施的程序 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那么这个问题呢 如何实施程序 大家注意 我实施程序 去评价 这个内部生理工作 如果达不到 我得白利用了 那我就要重新执行 所以较少利用和重新执行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概念 什么叫重新执行呢 那我要评价 参与他的活动 怎么参与 刚才讲了 刚才讲了 计划讨论 报告阅读 评价事项 好 然后呢 然后我做程序去评价 结果我利用了内部生计工作的是 判断程度高 风险较高的 哎呀 这个地方不能利用 对吧 虽然我已经评价了 参与了 准备利用 结果发现这里利用不了 利用不得 这个会出问题 因为这个都是高判断高风险的 因为你其实利用了内部生计工作 他也不减轻我的责任的 谁牵制 谁负全部责任的 对 好 那我就得慎重一点 好 我可能要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是内部生计部门 已经做了这个工作 经过我的评价 属于2加2 属于高判断高风险 然后呢 他的地位支持客观性的程度不高 能力有限 哎呀 我不能力有 我重新执行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图 就是2加2 就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又加上了 客观性和能力 敢达不到要求 为了 合理保证 你本来要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你要重新执行 好 那么重新执行 这就是一个考点 对 好 接着来看 老师给你有一个图 完了以后 给你把它归纳一下 这个叫 What 你在利用内部生计工作 评价了内部生计部门的工作 能够利用 你为什么要重新执行呢 因为涉及到的 这个利用内部生计工作的事项 是判断程度高 风险高 哦 还有啊 还有啊 我们经过利用了解内部生计工作 他的读地位支持客观性的程度 达不到我的要求 还有他的能力达不到要求 不是方法 是能力 不是方法 是能力 不是方法 是能力 小心啊 对 好 第三个考点呢 就换了一个频道 什么频道呢 右手审计假公司 我了解 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 包括内审 然后呢 我们右手审计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项目团队的 然后我要利用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提供直接协助 是有它过有的含义 就是把这个内部审计人员 抓到我的项目组 那么能不能够利用呢 是否能够要正面回答 我们要评价三句话 这个评价的 不存在地位支持客观性 不存在采用系统的 规范化的方法 没有这个内容 一定要注意 不存在地位 因为我已经把他抓到我的 项目组来了 对吧 他要不要客观 要 他有没有地位支持客观 没有地位 只有客观 所以第一个问题 是否能够的时候 大家看 没有地位 只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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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到了我的项目组 所以在选择题的时候 小心 除了客观 就是他的能力 因为他是左手的 我把他抓到右手 又去审计左手 影响他的客观的 是什么呢 是 利益 和关系 利益是什么呢 利益就是money 关系就是什么呢 love 我把这个利益 抓到我的项目组 去审计贾公司 利益的父亲 是这个贾公司的董事长 那你说 这个贾公司的法人 你把他抓着来 去审计他的爹 的报表 爹的公司的报表 是不是 那就不客观了 因为除非他大义灭青 在我们职业道德里 不强调大义灭青 因为他觉得那样是 六区 他的人性 人都有天性 对吧 好 我们中国的职业道德是国际职业道德 去通的 好 那么利益是什么呢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他持有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 或者是说有他的投资退休金计划 如果把这个问题都查出来了 他这个公司破产了 他工作都没了 所以他有什么呢 利益就叫money 关系 英文翻译成 关系其实就是nav 就是密切关系 对 利益就是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就用money来表达 密切关系就用nav来表达 他有没有地位啊 没有 同学们这里没有地位 不谈地位了 地位是受随领导 是在着手 内部审理部门 他的领导是董事长 还是监事长 还是财务劳总 还是总裁 还是副总裁 这叫地位 内部审理人员提供直接协助 他已经到了项目组 不谈地位了 只谈客观性 对 第二就是能力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法律法规不禁止 为什么还有法律法规禁止呢 有 因为我右手审计左手 这个左手不见得是 通用目的的财务报表审计的客户 可能是 这个特定目的的 可能是审计署委托我们去做的 那么涉及到 这个正在调查这个假公司呢 对 涉及到假公司的管理层 违起违规呢 对 所以法律法规就禁止你 从被审计单位 抓一个内部审计人员 照你的项目组 他只会干坏事 不会干好事 因为我们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一些 这个 被审计单位 违约违规的问题 作为人性的弱点 他可能去通风报信 对吧 还有呢 涉及到国家机密 涉及到我监管 监督 执行的问题 所以法律法规 不禁止的情况下 他有客观性和能力 这个地方不是死记 就真的能够背下来 还是要理解的 你说我死记硬背 你真的死记能硬背吗 所以要理解 对 是否能够提供 直接协助 言外之意 我能不能把利率 抓到我的项目 走去审计 这个我的客户 好 如果能 在哪些领域 就证明有的领域不能 多大程度 就证明有的地方 就要较少 那么在利用的过程 他就是我项目组成员 我就会对他 指导监督符合 因为只要我项目组成员 我都要指导监督符合 所以第三个考点 就是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下 就有三个题 要出题 第一个题的题干 是否能够利用 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再听一遍 是否能够利用 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题目的题干就是这么长 懂了吗 你呢 现在在 备考的时候 你就要读出来 那是否能够呢 我就有 法律法规不禁止的情况下 他的客观和能力 够本 可以 对吧 不得利用 请注意 不得利用 就是评价什么 他的客观和能力 客观 重大不利影响存在 能力缺乏足够的 就不得 不得的时候 有两个条件 是否能够 有三句话 你要想得起来 法律法规 不禁止 然后 他的客观性 能够满足 能力 胜任 是否 不得利用的时候 就不谈法律法规 禁止了 就不谈法律法规 禁不禁止的问题了 就谈了客观性 和能力 如果要利用呢 就要评价他 考虑思想 就是评价 评价 怎么评价呢 大家注意 在 把利利 从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 抓到我的项目组之前 要搞两个确认函 确认函 第一个 从这个 利利所在的 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的人事部 搞一个 然后内部审计部 搞一个确认函 好 这是之前 如何利用 如果利用 需要考虑的事项 就要分钱 再把它抓到 我项目组之前 利用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之前 我要获取 两个确认函 之中 所有的 在我项目组的 都要被指导 监督符合 之后 这个 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在哪个岗位 做了什么工作 得到了什么证据 我要评价 他能不能支持结论 所以这个图 16-5 一定要看图 看图了才能很好的来判断题目 然后老师给你的讲义 利用之前 我要两个确认函 两个确认函 把丑话说在前面 这里是 一个是相当于人事部门 得一个 一个是内审部 得一个 好 把线条拿出来了 之中 之中 所有的项目组成员 都会被指导 监督符合 对吧 好 之后呢 我看 他提供的直接协助 是哪一个岗位 得到的证据 能不能支持结论 能支持利用 不能支持 等于0 对 大家注意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包括两条线 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五个题 利用内部审计 提供直接协助 三个题 对吧 那么在 单选多选 你是妥妥的要考 除此之外 在综合题或简大题 涉及任务 0.5加0.5 是完全可能 比如说 2020年的综合题的 资料3 其中第一个事项 请看 他的文字是有画面的 A助手会计师 阅读了 右手审计 左手甲公司 阅读了内部审计部门 出去的一个检查报告 然后呢 薪酬专项检查报告 内部审计部门出的 然后呢 右手 A助手会计师 就把 在这个 职工薪酬的 审计中 参与了 这个检查的内部 审计人员 抓到我的项目组 然后再去审计 这个职工薪酬 那他就不客观 他有能力 不客观 是否能够利用 我要看两个 是不是 第一 客观 第二 他参与了 这个报告 你又要去利用 他提供直接协助 因为他已经参与了 这个报告 你就不能 因为他不客观 客观性达不到 好 各位同学 第15个专题 叫利用他人 助手会计 利用他人的工作 第二个人 也就是我们 15章第二节 和15章第一节 没有关系 各就各位 言外之意 在你打开的试卷当中 可能考 第一节的利用 内部审计工作 或者利用 内部审计人 提供直接协助 可能考 利用专家 这两 这一个专题的 两个内容 彼此有关联 没有交集 只不过 都叫利用他人的工作 谁利用 谁承担 全部责任 对 但是他们有 共同的要求 就是说你利用之前 要评价 能不能利用 如果能利用 你要参与 如果参与 达不到要求 那就是 竹篮子打水 一场工 你就再去 重新做 做不了 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 好 但是这两个利用 大家要从 这个考点当中 站出来 告诉自己 利用内审工作 不利用 死不了人 利用专家工作 不利用 可能会 死人 对 开玩笑 这个内部审计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他的出发点是 多快好省 但是利用专家的工作 是无可奈何 不利用 不行 无可奈何 我得利用 因为这个专家 不是内部审计人员 专家是指 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 在某一领域 有专长的组织 个人 甚至是公司 比如说 如果我们 今年 2022年 要去审计 东方真显 他的营收 他的这个报表 那么 他是在线上 直播带货 对吧 那么他的数据 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就得利用 IT专家 那么 IT专家 他的背后 东方真显的 这个 2022年的 财务数据的审计 是特别有挑战 因为他的供应商是谁 他供应商是农民 你怎么去采购的 这个成本 我何以确认 对吧 他的商游的供应商是 是什么武藏大米 什么什么陕西的苹果 是不是 当然还有图书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审计 就可能要利用专家了 利用专家是超过了 会计审计领域 的专长 所以可能是我们 事务所内部的专家 可能是我们 事务所内部都没有 我可能要利用 事务所外部的专家 所以 这一节的内容 和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不同 知道吗 好 那么在本节当中的考点 大家注意六个考点 核心的是第三个 是否利用 好 你回答 你就要评价 凡是说是否否 那你就要评价 好 评价完了以后呢 怎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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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从四个方面就评价 他也是评价 要不要利用 不是 是否能够利用 在内部审计工作当中 是否能够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是否能够利用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对 所以利用专家的工作呢 是无可奈何 不得不利用 老师刚才跟你讲了 你活在当下 如果是审计东方争贤 2022年的 他的财务报表 那么他的这个数据在哪里 你要不要利用IT专家 毫无疑问 好 那么他的成本 他的供应商是谁 农民 果农 武藏大米 然后呢 长白山的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陕西的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还不好取证 你取 获取证据 他的供应商这一块不太好省 他的成本 他的采高成本不太好省 当然有合同协议 但是合同协议是东方真言给你提供的 对吧 之类不得 你相信吗 你不确认吗 所以就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对 好 是否利用 我要评价 如何利用 我要评价 最终呢 这个利用专家的工作 形成的结论 你认不认可 也就是说 你获取到了成本实当的证据都没有 没有 我不认可 我认为不恰当 我有不有补救程序 没有 补救了也不恰当 那就是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你可能 会考虑非无 yes 这就是他的思路了 对吧 那至于说 助约会议室的专家 这个不难 就是会议审议室有外的 有内部的 有外部的 专家呢 内部的 那么 是我事务所 是我右手 那什么都要征守 既要征守 事务所的质量管理 也要征守职业道德 因为被我右手利用了 对吧 他就要征守职业道德 如果是外部的呢 外部是我请的呀 我要花钱呢 花钱请的时候 我要了解他呀 然后呢 我利用他呀 那我对他有要约啊 有要求啊 那如果有要求 专家 他是不是要征守 保密原则啊 征守职业道德啊 是 那么征不征守 我事务所的质量管理呢 不一定 那专家的底稿 给不给你呢 如果你要求他给 你签了合同的 要求他给 那就给呀 比如说 刘老师写的 青春国管一 和青春国管四 青春国管一 青春国管四 这个版权 不属于我 属于冬奥会计在线 对吧 属于冬奥教育集团 那么我写的东西 所有权不属于我 对 所以大家注意 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这个问题并不难 有的同学说 这里好难 不难 难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要利用啊 哎呀 怎么利用啊 这才是难点 yes 好 那第二个考点呢 第二个考点是 方式师海 来接准的 谁利用 谁负责 专家一毛钱的责任 都不负 哦 你利用 你承担全部责任 因为你对报表 行政结论 发表意见 出去报告 你牵执盖掌 对呀 整本书都是谈这个事啊 这有什么难的呢 不难 好 那不难就好呗 对吧 好 这个专家 我们教材里说的 利用专家的工作是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是右手的专家 别人 这个客户 我审计 我ABC 审计甲公司 甲公司是我的客户 甲公司的报表 他的编制的时候 也用了IT专家 他还有机器人 给他搞的 所以他也有专家 那不足为奇 被审理单位管理层 有专家 我注册会计师 也有专家 我利用专家的工作 现在是指我右手的 对 毫无疑问 是右手的 所以叫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言外之意 不是管理层的专家 管理层的专家 就是甲公司的专家 甲公司在会计省理领域 也可能利用专家 对 比如说 比如说 什么什么党 他的期末的鲍鱼仔 各种各类有多少 这是什么什么党公司 他也有专家 对不对 他也要利用专家 不足为奇 比如说什么什么 假公司 他的商与减值 20个亿 这个20个亿的商与减值 是经营会计过去的结果 他利用的专家 不足为奇 那么我们 本节的内容 本节的内容不讨论管理层的专家 是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但是无论是左手的专家 管理层的专家 还是注册会计师专家 都是指会计省地领域以外的 在某一个领域 不是所有领域 有专长的 可能是个人 可能是机构 可能是组织 对 好 专家的定义 对吧 有专长 可能有内部的 有外部的 你理解 是在某一个领域 不见得在360个领域 对不对 然后他的工作是 携着我拿证据 我利用他人的工作 去获取证据的 对 那么这个专家 通常是指谁 那么这个举例 作为常识 也有内部的 也有外部的 比如说我们说IT 是我们事务所内部的 税务专家 IT专家 咨询的金融方面的专家 专家可能也是临时员工 可能是员工 可能是合伙人 对 好 那么外部的专家 就不是我项目组成员 但是外部的专家 他不会跑过来 他是我们 是我们去拼请的 外部就是外聘的 外聘就要给什么 给他费用的 给他报酬的 那么他 我们就给他 有合同协议的 对 好 请看案例190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ABCD正确的有 请看A 这个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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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题的时候 有一股什么 秒杀 对不对 怎么秒 怎么杀 你先要阅读 就像排笔剧一样的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 对吧 包括 包括可以师 包括可以师 包括什么 会计审理领域 错了 应该以外 对不对 可以是临时的 可以是 可以是 网络的 可以是管 左手的 他不 你叫左手的专家 就省计左手 你不客观 肯定不是 对错 不在一念之差 是在你掌握了 不要说 哎呀 这是鬼死成猜 我本来是对的 我一念之差 哪是一念之差 不是一念之差 对吧 也是画面 好 我们在 所有的 一到二十三章当中 一定要告诉自己 谁签字 谁负责 你那个审计报告 是谁签字的 那就是潜在的被告 对吧 是的 什么叫独立承担责任 言外之以 你行程的结论 发表了一件出的报告 你签字了 你盖上了 你事务所在这里签字盖上了 我们基础班十九章 讲过审计报告 长得什么样 对吧 这种责任不能因为 你利用的专家而减轻 不能因为利用的内审人员而减轻 不能因为利用了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而减轻 你要承担全部责任 对什么 对你形成的结论 发表的意见 出具的报告 因为你在签字盖上了 别人没有 yes 好 这些都是大事大悲 没有一念之差 只有坑 坑枪有力 第二句话 不应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提及专家 除非法律法会要求你提 即使要求你提 也不减轻你的责任 好 没有废话 好 如果在审计报告中提及专家 而这种提及 与理解审计报告的非无保留 相关 我仍要指明 这种提及不减轻 对吧 yes 现在 第三个考题 进入主题 是否利用呢 是不是要利用专家 我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绝对要背的 绝对要背 绝对不能靠考场去蒙啊 去想啊 考场直接就拿分了 哪能想 哪能去蒙 对不对 所以是靠我们在这个 集训班里把它锁定 对的 好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是绝对要背啊 为什么绝对要背呢 他很可能考 中处学爷爷爷要送分给你 要不要 第二 理想的没用 请看 要背 是不是 左手利用了 哦 左手 边报表的时候利用了 我可能要利用 这是右手 然后这个四项 商与减值60个亿 天哪 四项的性质 要利用 四项 这个四项 背上你单位 财务报表有一个四项 涉及到了 会计估计 这个风险很高 比如说 怎么什么岛 他的期末存货 二十个亿 还是活的 还在水里面 哎呀 这个存货 期末存货 风险太高了 还有这个 识别出的风险 预期的程序 需要IT 因为什么呢 东方真贤 他的数据在线 在线上 他是线上直播 他的数据是电子 行政存在的 打死我都看不到 我们会计审计 这个知识不够 利用IT专家 对吧 好 一定要背 好 第二个 要考虑必要的专长 因为我在某一个领域 用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专家就要有专长 什么叫专长呢 知识技能经验 决定专家的判断 对 专长 知识技能经验 但是 不是会计知识 对吧 是会计以外的 对 好 还要有什么呢 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好 请注意 然后呢 能力专业素质 对利用专家工作 我要利用的时候 还要调整 何以理解调整呢 因为 这个备审计单位 环境在变化 我可能需要修改之前的 有关利用专家工作的决定 对吧 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新东方 在美国上市 对吧 没想到2020年 中间搞出来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属于新东方集团的 哎呀 线上直播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 专家要调整的 这是举例 所以为了大家理解 我们不是老说东方正线 还有 2022年 没想到 这个董明珠 大姐 董大姐 他自己跑到抖音里去直播带货 他以前是 不太接受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哦 你省计隔离电器的 你在这家事务所 你这个专家 你这个专家 是不是也要考虑到 线上直播的这个 这个数据的 要用IT这个方面的IT 对不对 是的 这只是举例 好 请看2021年 就这个 是否需要利用专家 刚才要大家背的 是不是 哎呀 左手管理层利用了 好 第二个 哎呀 这个事项啊 太重要了 哦 这个网上直播 今年1000个亿 假定说1000个亿啊 去个例子啊 都是线上的 我肯定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这个这个收入 主要来自于线上 哎呀 这个程序 要IT专家 因为他好特别 是不是 哎 他的采购成本也很重要 除了他的收入以外 他的采购成本 因为他销售的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七天可以无理由退货 人家下了单又取消 下了单又取消 下了单又取消 哎 结果发货了 哦 他又退货 这种情况都有啊 是不是 农产品 他又有 比如说 坏果 啊 果子坏了 听得懂吗 哎 你拍个图 我给你退 退款 别说听不懂 对不对 好 这些东西怎么 他 他 又是他的行业的特点 是不是 他这个应对识别处的成绩的性质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对 所以我可能 我这个四个当中 这三个啊 那么第一个可能对专家的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 不属于 不属于 他属于什么呢 对专家的这个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 是我要评价 是我要评价能不能利用这个专家 而不是这个被审理单位的事项需不需要利用专家 两码事 是否需 是否利用专家是根据需要 这个专家够不够格 他不客观 我就不请他 利用哪些专家的时候 我要考虑 所以这个A是要注意 是骚扰你的 客观性 可能对专家的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关系 那我就不利用这个专家 对不对 我不利用他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是否需要利用呢 一个是着手 另外还要考虑我这个事项以及应对 这个事项以及我的应对的程序 对 你想办法 好 第四个考点 是否利用 第三个考点 说了 利用 怎么利用 请 专家 可能是我内部的 可能是外部的 是内部的 内部请 是要事务所委派 外部的花钱请 内部的不要钱 外部的花钱 但是我在请专家的时候 就是说 哎呀 利用哪个专家 刚才讲了这个 2021年的这个题的选项A 利用哪个专家 这个专家要满足能力素质客观 否则不能利用 对不对 比如说不能利用着手 管理成立专家 对 好 了解专家的专场 比如说我要IT专家 我不能派一个律师来搞定 不一样 这个专场领域不一样 对 好 我内部的专家 我要事务所委派资源 外部的专家 我签合同协议 给钱 那么我在拼请他的时候 事务所委派的时候 要符合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二的条件 然后专家来到我的项目处了 参与了我的工作 携着我的工作 协助 不能全部靠他 对吧 协助的工作我有两点 第一给他达成一致 第二呢 评价他最终做的工作 形成了四项的结论 符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就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四 达成一致 工作恰不恰当 但是这四个问题要背 这四个问题本身要背 单选 多选 简答综合 都可能考 也成都考了 就是说我在评价 专家的工作 能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时候 要评价四个事项 单选 多选 简答 综合题 均考过 你说背不背 就这个图的 内容要背 重点呢 是三和四打开 大家注意在左边 重点这三 我怎么与专家达成一致呢 这是一个考点 我怎么评价专家工作的结果恰当 这肯定要评价 也是一个考点 是不是 好 那么我跳动一下 我怎么评价呢 就是我们的第六个考点 怎么评价专家工作的恰当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们教材写了N多段 文字 那么评价专家工作的结果恰不恰当 是我要考虑怎么 如何利用专家的第四个环节 四分之四 那么四分之四 我此时的评价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看到结果恰不恰当 我怎么就评价呢 程序 程序是什么程序呢 五个加五个 我有了程序 我又去评价什么呢 思想 什么思想呢 思想的哪些方面呢 三个方面 它的结果相关合理 它的假设方法相关合理 它的数据相关 准确 准确完整 好 如果 不恰当呢 追价 如果追价也搞不定呢 非无 所以这个第四六个考点 确实是有一个体系 你就看一段文字 两段文字 三段文字 你不能体系 那你就无法就掌握它 或者就hold不住 好 所以这一节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进入角色 什么角色 刚才老师讲的 哎呀 住着块地址的专家 专家要有专场 然后呢 是不是要利用啊 是 刚才考虑了 四个要素 那我利用专家已经 要么内部 事务所委派 要么外部 拼请 花钱 内部可以是 委派的 对吧 事务所有资源 委派 外部 拼请 专家有内部的 有外部的 都是我住着块地址的专家 好 我委派的也好 我拼请的也好 一定要靠谱 一定要评价 他的能力素质 你要委派和拼请 能力素质客观 专场的 好 委派了 拼请了 来了 协助我 协助 在协助的时候 我要达成一致 就哪些问题达成一致 史题目 这都是准则 为什么是要背着 史的 准则的 无论是内外部 都要达成一致 并根据需要 形成协议 不是所有的 这又是一个坑 根据需要 形成协议 但是达成一致 可能没有协议 但是要达成一致 哪些方面呢 你利用专家的工作 专家做什么 比如说 什么什么岛 专家 确定期末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比如说 东方争险 专家 采购理由 销售理由 有IT的 有这个采购方面 方面的 举个例子 好 第二 角色和责任 第三 沟通 第四 保密 无论是内外部 都要保密 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我们这个行业的事情 要保密 对 好 这四个 要背 对吧 展开的内容可以不看 但是四个要背 协议是这样的 刚才讲的 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外部专家的工作属于外部 不属于我事务所 但是我 我协议有规定 这外部专家的工作的底稿 属于我事务所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 对吧 如果专家是我事务所委派的 那就是 那是我事务所的 内部的 那底稿就是我们的底稿 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 保密是永恒的 保密 就是过去保密 现在保密 未来保密 除非法律法规要求 福利法 法律法规 一个是要求你 一个是允许你 或者前后任 被你当为授权 外 可以 作为保密的例外事项 但是大家注意 外部专家也要保密 法律法会可能对保密 作出额外的规定 被审理 当为也可能要求 外部专家 同意 遵守 因为你 你有这个条款的话 他就要遵守 好 遵守 保密 规定 那我们来看看 关于这个 质量管理 或者是说 要不要遵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 这个问题有点夸张级 是21章第一级 但是呢 它又涉及到 我们这里又涉及到专家 所以15章第二级 跨章级 比如说 这个题目 他说应当遵守 事务所质量管理的 请注意 内部的专家是事务所委派的 你肯定要遵守 大家就假装知道了 如果你能够 有些考点 它就是跨章级的 因为老师跟你讲了 内部的专家是事务所的资源 事务所委派 那么外部专家 事务所掏钱 花钱去聘请 他可以不遵守 我的事务所的管理 但是内部专家 就是我事务所的员工 当然要遵守 yes 好 那么接着呢 这个题如果变成多选题的话 比如说 可以不遵守的 或者遵守事务所质量管理的 例外的 如果是多选题的话 请注意啊 其他事务所的 他有他的宿主的资料管理 每个宿主 他有他的资料管理体系 他可以不遵守 可以不 好 其工作 被用着审计证据的 被审计单位管理成的专家 他是被审计单位的专家 他肯定是可以布的 可以布 不要求他的 内部审计人员 他只是提供直接协助 他没有底稿 他的东西都在我的项目 不存在 不存在 他去遵守什么 他不是我的 他不是我的员工 对不对 所以应当遵守的是什么 内部的专家 或者是网络所的专家 一定要告诉 遵守职业 事务所的质量管理 他有个半径 就是属于你事务所的人 他才遵守 yes 这是文字上理解 理解就一辈子理解了 它就是文字的问题 概念的问题 对 好 比如说第二个 无需与其利用的外部专家 达成一致 我们有四个方面达成一致 那么有一个 不需要达成一致 哪一个呢 遵守 质量管理 因为外部专家 他不属于我事务所的员工 这个可以不达成一致 yes 无需达成一致 就是事务所的质量管理的 好 再来看 外部的专家 他可以不遵守什么 事务所的 你看这个是对的吧 对 不受 他的底稿 通常不是我们事务所的 对的吧 对 他不是我项目组成员 对不对 对 他不遵守 不行 他要遵守保密 所以正反 不同角度都在说这些问题 对 最后一个问题 是有一个体系 你看到吗 评价专家的工作 是否实现审计的目的 审计的目的有三个 哪三个呢 我本来 比如说 贝斯尼单位 商誉减值60个亿 比如说某某 某某岛 什么某某岛 他期末存活20个亿 我这些领域都超过了 会计审计领域 我在利用专家的工作 我利用专家的工作 我本身就是这个方面 我收到了限制 对吧 所以我要评价三个方面 他的工作的结果和结论 他的这个60个亿 20个亿 他是有模型数据 假设方法搞出来的 假设方法数据 你理解了很简单 你就这么记 因为你考选择题 工作的结果结论 相关合理吗 他的讲设方法 相关合理吗 他的数据 一谈到数据 你傻傻的想 你傻傻的想 各位同学 相关吗 完整吗 准确吗 对吧 是的 那我怎么知道呢 他的工作的结果结论 相关可靠 假设方法 数据 哎呀 我询问 符合 证实 我讨论讨论 五点 在家证实的又有五点 所以是五加五 好 这些程序我熟悉 那我有这些程序 去干嘛 评价呀 我评价什么呢 评价刚才 你担心你影响你的结果结论的呀 结果结论相关合理吗 假设方法相关合理吗 他的数据相关 完整 准确吗 把这几个关键词背下来 对吧 好 如果不恰当呢 不恰当 我就想办法 追加程序 追加程序也不恰当 好 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废物 对不对 yes 好 利用专家的工作 可能在减答 可能在综合 那么比如说第一题 第一题在减答题 你可能涉及 这个减答题 如果是会计估计 比如说商业减值 就相当于是 审计会计估计 而且他了解 评估这个商业减值 还有特别风险 当然我要了解内控 这个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也要了解 如果预期有效 我还测试 测试了以后 我还做什么 实质性程序 但是我的实质性程序 一定要包括细节测试 这就是对特别风险的 一系列的神操作 对吧 好 这个问题浅霸 那么 背省的单位 他商业减值 做了一个重大的会计估计 比如说 某一个上市公司 他的商业减值 在某一年 记得了60个亿 好 这是以这个事项的性质 很特殊 然后呢 风险很高 所以右手 我拼请了专家 来对这个商业减值进行测试 也就是说 是否要利用啊 要 那我就要评价专家 四个事情 对不对 第一个事情 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能力 素质 客观性 第二呢 专场 第三呢 达成一致 我就获取了专家的符合报告 实施了程序 对专家的工作的恰当性 进行的评价 认可了 就说专家的工作结果恰当 有没有毛病呢 没有 就说我利用专家的时候 要做四件事情 他做了 好 结果是恰当 好 那么在综合题 比如说 资料3的计划 我准备怎么怎么 做程序的时候 请看 我审计的是 2019年度 11月 甲公司与非关联方 丁公司 在工程造价款 工程 价款 产生了分歧 那么怎么办 这个事怎么搞 好 利用专家 双方共同委托了 工程造价专家 进行了审计 或者进行了评估 那么大家注意 甲公司因此调整了 做这个问题是你不了解 所以直接发寻证函 住的管理是你不了解工程 价管专家的工作 另外 不了解这个工作 直接做进一步程序 肯定不夹当 你要了解专家 评价专家 是不是 所以我应当了解专家的工作 并考虑是否必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好 综合题 比如说 资料3 你利用专家 又是商业减值测试 他做了些什么呢 他要评价专家 评价专家 三个事情 对不对 哎呀 其中 由专家评价 原始数据的相关准确完整 注册快递是评价了假设方法和工作结果 那么这个数据 注册快递是一定要评价 我们要评价三件事 那么他只评价了两件事 这个数据没评价 所以不强当 我还要评价数据的相关完整准确 这些话你还要说出来 没错 好的 利用 注册快递是利用他人的工作 第一个 利用内省工作 主线条 主线条 有的时候是不能利用 在四件事情上 第二 利用 内省工作五个考题 出题 具体的出题 利用内部神经人提供直接协助 三个点 大家一定要手足带托 把它提出问题回到问题 十五章第二节 利用专家的工作 核心是两个 是否利用 是否 需要利用 所以需要利用 从四个方面考虑 考虑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 如何利用 四个方面有一个图 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是我就 事务所内部委派 或者是外批 四分之三 就是他角色和定位 四分之四 就是评价他的工作 是否恰当 最后不恰当 就四十一 方式的限制 yes 希望大家真的下载讲义 然后把一个考点提出问题 回到问题 要结合图 理解 要把那些内容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好的 专题十五 考试的时候 重点是单选多选 咱们也看到了 在检查题里设计 在综合题里 审计计划里设计 对的 综合题主要是 利用专家的工作 是的 好 那么其中利用 内省的工作 还要注意一下 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 还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直接协助 如果是直接协助 这个内部审计人员 就到了我事务所 到了我的项目组 我是不会去评价 他的地位的 不存在地位的问题 只有客观性 影响客观性的 就是利益和关系 对 当然还有他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能力 到了我的项目组 跟我项目组成员 是一样的 我要指导 尖度符合他 这个能力 不是他要用 内部审计的能力 而是到了我项目组 要服从我们的人 这个要求 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画面 有图 提出考点 把考点 明确 然后结合题目 来这么来 强化 对吧 是吧 好 专题事务 大家下载讲义 进一步共固 OK 谢谢各位